本人塔姆这次犯下了不可谜谱的错误 这个文化今年已经付不起任何的代价了 本人塔姆这次犯下了不可谜谱的错误 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就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厉害 好像最厉害就是这个 到现在不知道这家伙讲了什么 这个啊 就是这家伙 那么为什么相声没事呢 你看这个五环短视频 这也是个官媒啊 官媒说了 说五月十五日 先因演员 后死还是什么 就是马的意思 好像这个我刚百度百个 我不会读英语啊 我从而不准事业农民工啊 我 我太糟糕了 不大言论事件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对效果文化立案调查 公安局还没上 效果文化近三年六人被罚 李国庆 李国庆 卡姆 卡姆 陈阳 西时 伟进 伟进物 李旦 物如女性 这啥款 突破口秀演员 梦川 各界媒体被封 再加上这个house还是这个马 其实没算上这个家伙 这家名字我不能说扎小边的 上这家我齐个 怎么相声没事呢 可能啊 相声水平够高 也许啊 相声因为太肤浅 就不知道 也许啊 是他这个脱口秀太肤浅 相声才真正的高水平 啊 但我想他最大的区别啊 是 最大的区别是 相声没有 他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传统 包袱 可以给他 什么 这个 而你这个脱口秀 他 他很很少说 他没有什么传统的那个东西 他一定要和当下 要有强链接 这个可能就是他最致命的东西 倒不是是因为什么深刻 还是肤浅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农民工我也不知道 我才出二文化 他们都说出二的不叫一种文化 不叫一种文凭 出二 出二 你出三毕业叫出中文凭 出二叫个什么文凭 你不小心文凭吗 好 关注我油管啊 孔老头 读中国24小时 新闻热点 你总想给他来点旁白 你刚才你那个 大腿 都包裹了的劲啊 好